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接着还是有什么IDTV 比如说Fizen 网路电视 开始有Internet TV 网络网路电视 每一个对相对前面的都是新闻 后来开始出现OTV 今天出现还是一直在发展 我们在电视现在开始是Smart TV Smart TV出来用 把所有IDTV 把所有的全部推翻 所以现在所有的南瓜仔细 把你的智慧性的手机丢到电视里面 它就变成Smart TV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任何一个东西 尤其在新科技都在渗透了我们的生活里面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改变我们对人之间的交往和关系 父子之间 亲子之间关系都在改变 这些东西你给它做成定义化 它其实就是一种限制 它其实就可能就规发了 所以微电影不可以 它相对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可能比起半个电影 微电影它今天传播是什么东西 可能短的东西 刚好上面一阶子 上面一个发生座谈会所提到的 我非常赞同的是一个短片 短片东西非常难拍的 就像写个短文章 一篇短文章 但是你可以今天我们在报纸上 我们在杂志上面说 要丁绝短文900字到1000字的短文 描写一个东西 描写一个概念 描写一个诉求 描写一种 你对某些事情的批评 某些看法 我的感想 或者某些记录 那种问题可以显示 但是广泛的电影来说 也不会电影过并不暂时 它更难解释 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对的 只要东西就在它 要做进行好 那以东西的话 变成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是不是它不是电影 或者说120或的9000分钟 它不是电影 每一次电影也是电影 但是加对通过就是小时电影 镁绍终于是《20世纪》的媒体 哦 这是老媒体 我们呢 我们呢 我是中国典子教 我们作为这个影视徒子呢 我們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 其实从影视徒子的他每一个个体区别来看 目前就是电视剧的图子 电视剧图子里都买个电视剧 那么买个机会呢我就要说服机会去 电影的图子困在一起 它是卖给我们的个体 你每一个人去买我的票 我才来就把他们起来 那位电影呢现在就是拍照我们的 左边我们在吹的是一个 目前销入出口才是明确的一个题材 一个显示 我们之前有做很多电影 做得比较小的 投资比较小的作品 像我们也有个小的公司在做的 比较学校上做得比较好 做了很多 那这些节目呢就是投资规模来讲比较小 做个几十万 赖给他给他给你几十万 他这个生存的这种 与空间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新的这个电影呢 是不是广告的内容 是报纸一个比较开放式的态度 但是回头来讲 有的时候我们 因为今天毕竟是一个座台研讨 那很多人其实在一般的媒体上发演的时候是各说各话 就是各吹打号 比如说像其实美国有本长小的书是在说这个谷歌让我们变笨吧 就是在讨论说到底搜寻或者说怎样 对网络这些事情 就好像今天我才听有一个朋友的公司 他们即将举办一个内部企业的辩论会 是说图线通讯是让人更亲近还是更疏离 类似是这种带一点点道德性人文性社会性的议题 其实当在传媒上引起争议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产业界很容易各说各话 比如你说好像这个电玩让很多小孩子怎么办 就有人会写一篇文章讲是意志类的电玩 辅助医疗类的电玩 训练什么 航派的旅航员的电玩 你看它多伟大 对不起 他明明讲的就是那个 我们通常在免费视频网站看到那种 一直弹出的那种 有波涛汹涌的 一些年代有情色含义的电玩 就是当你在攻击A的时候 就有人会说一直在反映中有别的东西 当你说C的时候 有人说又有D的东西 也就是说当我们好像在面对的这个讨论 是一直整个战场上有很多 不断在飘移不动的一个标榜 让你没办法去focus 去说它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刚才我们虽然容许 我把它强度上不要受限 或者刚才好像这样子 妒女士提到了 提到了 提到了说 这个 内容跟广告 好像我们好像有点点 这批挑剔 说比较大型广告片 是不是就比较不具有内容 这些事情就其实在整个业界 还是蛮混沌的 所以我想来问一下 因为当然视频网站是需要靠 钱来维持的 所以你们目前不管在经营原创比较很好 或者你们在争戒里面好 你们在业务部沟通的时候 你们到底心目中最想期待的 最想鼓励的 是哪一类的事情 是哪一类的事情 其实这样大家也可以看到 国内从有 其实国内现在大家以前在说 第五代导演第六代导演 但是到现在就没有第七代导演出来 那青年导演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以前的传统的导演 他可能会去拍照片的虚信 电视片场或者一些影视公司 他有去拍胶片电影 或者是数据电影的机会 但是现在这些导演呢 有一个更大的机会就是网络 网络的门槛会更低 但是这个低的门槛 未必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导演 他为你提供的机会 但是也要看你自己去有实力 去有能力去把握这个机会 那么在用户在做微电影这个运营来说 我们的经验是来说 第一个 市场讨论是刚才讨论的 我们竟然是希望20分钟以内 当然也有像往南朝这样的30分钟的 40分钟的 他的节奏都会早到挺好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刚刚之前说到广告电影的话出来 那我们在做所有的这些人创的影视内容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是广告尽量的减少 然后不要去影响这个剧情的发展 包括你的内容 广告确实是会对内容会有很大的伤害 尤其是如果是客户一直在你的拍摄现场 去对你甚至是脚本去进行一些指导的话 是很影响这个内容的 那大家也看到 其实拥户在2016年或11度青春的时候 网马还是最本的 其实网马还是有广告主的 就是克鲁兹 但是其实他没有说特别多的植入 或者说影响他的剧情 那到第二年 2011年我们做的是信物1901 那当时的网络商是菲利普 但是在剧中基本上看不到菲利普的植入 只是在片尾会有一个科普的这个赞助商的铭线 对 那其实我们在印尼这个项目的时候 也是希望说 我们真正的去扶植这一批青年导演 他们去进行在网络系的平台上 更多的去自由的创作 因为网络这么多人来说没有那么多体制 或者是一些题材的去性质 他们不能过去发挥导演一些想像 也包括他的功德的多样化 对 那我们同时也不希望 广告主对这个内容本身有更多的干预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还是从那里面说话 对 这个问题我有点意义 你问 我只要办什么 我认为我们现在纠结在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我认为没有答案 我一定有一些东西 如果今天我们从 我们一直要站在电影的角度看这个东西 我们就讨论它的票法 回收 我的感觉我一定根本没有出路 微电影就是一个小成本的电影 微电影就是一个没有那么有名卡丝的电影 我们从某些电影里面来看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微电影还怎么搞 微电影是没有搞 这两年我们其实 因为我们其实会从07年开始做 两岸的毕业连展到现在 我们其实07年就有关注这些事情 我当然感谢各位 各位刚才讲的这些都在07年以后 我们在07年就开始看这些事 我认为微电影现在我们两岸有很大的差距 其实最早提出微电影的概念是 是内地这篇的视频网站提出的 这个应该对我 Wikipedia 那是法国人的一个搞手 没想到 可是我们走到2012年 我们就看到两岸在微电影上面真的两条 我在提供台湾的经验 就是说我们以前都叫微电影 那到内地微电影这个讯息传过来的时候 台湾是后置后点 如果2011年我们在台湾产业里 跟大家谈的时候 没有讲微电影 那今年年初突然开始 微电影就像传染病了 大家都在讲微电影 可见这两岸交流现在日趋密切了 那现在在台湾来说 火热的微电影 根本没有人在谈 这部微电影是哪个道理来的 其实根本不在意 哪个道理都可以 没关系 为什么 他们的微电影不负责卖钱 台湾现在的微电影支持的 最大的力度来自于广告组 广告组现在非常清楚 我在影片里面 就像您刚才说说 这个普通话 没事就把这个普通的logo 放这么大 那下面就不看 所以他们的眼睛很清楚 我要指着我就不可以这样做 那我怎么样可以 不着目痕迹的 把我商品的概念 把我品牌的理想 放在影片里面去陈述 会变成现在的主流 所以2012年台湾大概 拍了七十部微电影 七十部微电影 基本上没有一部是艺术创作 那我认为 为什么我们又来为电影 就是因为 有今天广告组把资金拿出来 让所有喜欢热爱 今天在现场热爱 为电影的年轻博物团 或者是我们这些中网人 来拍为电影 反过来讲 我们到今天为止 我们看到哪一个所谓艺术或电影 它是不贩卖东西的 我明显的 那这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内容本来就是在贩卖东西 我可能在贩卖一个盖 我可能贩卖一个观念 我可能贩卖一个弱势团体 我可能贩卖一个环保的理念 我都在贩卖 只是它不是品牌而已 赛雷克巴拉在贩卖什么东西 那我反过来说 我很感动味道拍的赛雷克巴拉 可是我真的把它看完都快死了 我看到虚拖 我从来没看不见 看到这种 我在想它如果能够减则一个小时多好 如果能够非常精简 如果让我们现在人这么忙碌的情况下 会快速的去消化它 那多好 所以接下来我认为产业 接下来我会看到 我认为我的预见是未来两岸 最大支持维点人力度将会什么 我们答案几个概念好了 第一个 对广告署来讲拍30秒歇会 也是几十万将近一百万英里的制作费 那我最多在电视里播出 我怎么可以拍出一个微电影的版本 所以我可以在网络播出 我可以在我所有全国的通路 的display上面播出 我可以在未来的手机上面播出 它是合理的 广告组绝对不会去投资一部微电影 然后说我这个比较强的意思播出 昨天赵总告诉我的 我昨天听了他讲 我就马上混到电影 国内原来上半年拍了所有的电影里面 只有两部传续相处配 大地都搞成这个样子 微电影还不垮了一些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我认为我们产业里面该走这个步 我们该赶快从广告组手上 从大厨房里面把签划出来 让他们努力支持我们拍微电影 我跟他一级二级三级连续去防守 然后我们所有制作的人 你只要满足他就可以 你不用满足那个要满票 艺术的成就我认为跟微电影没有任何 微电影是一个行销系的东西 是个合理 那我想视频网站也是一样 大家都急于要收集 OK 那么收集的情况下 我相信没有人会愿意看微电影付费 这个太难了 现在两岸的同胞 他说连看好莱坞的电影都不想付费 更不要说要看什么电影 对吧 所以刚才我们再来说 好 赶快去当闹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太难听 谢谢大家 我 awaken